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中那抹恐惧让他变得前所未有的强悍与冷血 鲜血在他的剑上 在他的身上 他没有丝毫动辱 他的心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和慌张 看京都的局势只怕那个人 那个应该等自己的人已经等不到自己了 你要等我 范贤在心里再次重复了一遍 任由秋雨击打在自己满是陈辉的脸上 发疯一般向着皇宫击齿 皇宫进了 秋雨大了 街上没有多少行人 人们都聚在了哪里呢 范贤有些枉然 有些害怕的想着 然后他听到了阵阵的喝彩声 然后听到了沉默 死一般的沉默 京都里的人们听不到沉默 只有范贤能听到 十分恐怖的听到 京都里的人们只听到了沉默里的马蹄声 哒哒哒哒 人们只是在沉默里听到马蹄声 然后看到了那个如闪电一般冲过来的黑旗 看到了秋雨之中那身破烂肮脏的黑色官服 看到了马上那个人肃杀而杀意十足的脸 皇宫前广场上官刑的人们忽然发生了骚动 惊呼与惨呼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响起 人海后方的波动极为混乱 不知有多少人被踩踏而伤 因为那孤独的义骑没有丝毫减速 直接冷血的向着密集的人群冲了过来 能躲开的人都躲开了 躲不开的人都被马撞飞了 在秋雨中 马蹄 路人 冷血异常 人海在死亡的恐惧下分开了一道大大的口子 拼命的向着侧方紧去 给这义骑让开了一条直通皇宫下 小小罚场的道道 禁军合围 长枪如林 直指那一起 范贤沉默地飞了起来 越过那片枪林 人在半空中 剑已盖少 如闪电一般横直刺突 吃吃树响 声声斩断树柄长剑 震落几名内艇侍卫 而他的人已经掠到了法陈的上空 不论做任何动作 范贤的双眼一直在看着那个小木台 看着那个被绑在木架上 血肉模糊 奄奄一息的老人 范贤的眼神愈发的冷漠 愈发的怨毒 然后听到了四周袭来的颈风 无数蚂蚁影子掠起 像飞花一样在秋雨里周吹着 封住了范贤所有的去 范贤没有退 没有闭 胸背上伸瘦了三掌 他的剑也狠狠地扎入了一名蚂蚁人的面门之中 从他的眼帘里毒辣地扎了进去 鲜血与眼浆同时泵了出来 混在了雨水之中 他狂吓一声 左手一掌横直拍了过去 霸道之一是 只听着万物微响 而左手边的蚂蚁人被震得五官一血 啪的一声 范贤的双腿终于站到了湿漉漉的小木台上 然而他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体内伤势猛地爆发出来 一口血吐了出来 然而他不管不顾 只是正正地看着木架上的那位老人 那位身上不知道被割了多少刀的老人 那个被袒露于万民眼前 接受无尽羞辱的老人 只需要一眼 范贤便知道自己回来晚了 自己没有办法让对方再继续活下去 他枯干得双唇微起 想说些什么却说不出来 秋雨落下 洒扫在木台上一老一哨二人的身上 四周一片死一般的寂寞 所有的禁军 内庭高手和庆庙里的强大苦修士将这片木台紧紧围住 而在范贤先前所展示出来的强悍杀意与不要命的手法压制下 所有人的身体都有些僵硬 没有人能够迈得动步子 范贤十分艰难地走上前去 扯脱绳索 将陈平平干瘦的身体抱在怀里 陈平平极为困难地睁开了眼 那双苍老浑浊而散乱的双眼 却闪耀着一抹极纯真的光芒 就像个孩子 老人就像个孩子一样 缩在范贤的怀抱里 似乎有些叛了 回来晚了 范贤抱着这具干瘦的身体 感受着老人的温度正在缓缓地流逝 干涩地开口说道 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感与绝望 还有伤心 初秋的雨水越来越大 落在地上占起水花 落在身上大十一斤 落在心上无比的寒冷 皇宫前的广场全部被萌萌的烟雨笼罩着 视野所见尽是一片湿淋淋的天地 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秋雨中的那方小木台 望着台上那两个人 四周一片死一般的沉默 不知是被怎样的情绪所感染所控制 没有人说话 没有人动作 只是这样望着 目光透过重重雨雾凝聚在台上 成百上千的禁军 内庭高手 还有那些庆妙的苦修士 就这样紧张肃然地被雨水淋着 如同江丽的木头人一样 先前只不过刹那时间 便已经有数人死在了小贩大人的手里 最关键的是 与这般凛冽地下着 他们并不知道皇城头上那位九五至尊的眼眸里 究竟闪耀着怎样颜色的情绪 严冰云已经从先前初见范贤身影时的震惊中反应过来 低下了头 开始准备应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用极低的声音吩咐着身边最忠诚的下属 这些声音被掩盖在雨水之中 没有人听到 然而几名穿着普通衣式的监察院密探 已经开始在人群里向着法场的方向挤了过来 皇宫乘上乘下 官员百姓 全部被先前范贤马蹄踏写而来 雨中暴怒拔剑 解依附于老人身体的一幕所惊呆 而最先反应过来的人 却是此时皇城下地位最高 负责艰刑的贺宗伟 当范贤一起杀入人海之中时 他就已经反应了过来 用最快的速度 最不起眼的动静 悄悄地离开了小木台的范围 将自己的身影躲到了官员和护卫们的身后 隔着许多高手 目光从那些湿乐的肩膀立帽中透过去 看着小木台上 范贤孤单而凄处地抱着陈平平瘦弱的身体 贺宗伟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复杂的情绪 他只是不想死罢了 却必须让木台上的老少二人都死 不想死的人还有很多 此时木台上的范贤浑身上下 透着一丝令人心悸的寒意 竟是让天地间的冷冽秋雨都压制不住 所有的人都下意识地离开了木台 姚太监早已退到了队伍之中 他不想成为下一个被小公爷用来继承平平的草狗 木台四周散乱倒着几具尸首 血水被秋雨迅疾冲淡了颜色 那名浑身颤抖 拿着锋利小刀的刑布柜子手 却反而成为了木台阶下最近的一个人 他看着台上的小范大人 发现小范大人深深地低着头 把陈老院长紧紧地抱在怀里 似乎根本感知不到天地间的其余任何声音响动 满心亥意悄悄地向着木台下退去 却退了两步 这名刽子手的咽喉处嘎啦一声出望 头颅重重地摔到了雨水之中 而无头的尸身也随之摔落台下 发出重重的一声 四周众人一惊 注视着台上 只有修为极高的那些人才能注意到先前的刹那 范贤的手微微动了一下 一柄黑色的匕首飞了出来 然后落在了雨水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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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第一队